今天我洪洪青就當瘋子好了 我已經問兩次 你都沒有給我答案 為什麼你就不能說你會認滿四年 難不成這中間還有議測的空間 中間可能循韓國瑜模式 做不到一年你就會被動 接受中央的徵招去選總統 因為我現在是第三屆的市長 今天是你正式接受國民黨提名 要連任新北市市長的一天 第一天 好 所以我說我第一題開始 就是要很尖銳的問 所謂的尖銳其實就是新聞題 也沒什麼 侯市長 你要再連任 連任等於說跟選民再簽一次契約 第一任任滿四年 那是一次契約 否則幹嘛要投票呢 你要連任要尋求選民 第二次給你背書 所以等於是第二次契約 所以 因為我有個陰影 就是以前同樣的問題問過韓國瑜 就發生那種悲劇 你也知道嗎 謝謝 所以我同樣的問題想請教 因為他是第一任你是第二任 我認為重新簽契約是重新起算 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 您在別處 都沒有很明確的講出來 因為 你現在要選了 你要跟民眾 你的選民很清楚的交代 是說我要就是做滿四年 讓你投票給我 這樣才是 算是後有儀嘛 對吧 所以你可以在我們節目比較清楚的說明 你參選連任的新北市市長 是不是會依照任期做滿四年 其實這樣看一個問題 因為 這跟我十五個職位有關係 因為我這一生當中 從一個最基層的行者 一直當刑警上來 當到刑事警察局的局長 那 每天大概面對的就是一些槍鈴彈 尤其在於基層工作很長 帶著弟兄打仗 平安心講一句話 今天你出去 能不能回家 都未必 甚至 當年那個環境非常惡劣的配備 短槍對長槍的時代 又是沒有黃單一的歲月 打了那麼多場槍戰 每一次回來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今天非常開心 又能夠繼續努力 再有下一場戰役 我一生當中只有一個想法 為國家人民努力做事 不管在任何一個職位 在任何一個崗位 我就是全心全力 這是我內心的價值 所以任何一個問題 對我來修 就是不忘初衷 我就是好好做事 職位沒有那麼重要 重要你把事情做好 別人怎麼看你把這個事情做好 才是最重要 我這個記者就是號問 記者有很多類型 那侯市長 你剛剛的回答裡面 為什麼不習以如常的 你選市長連任就是四年 你為什麼不說我就是會做滿四年呢 其實我的心情都是很一致性的 從我開始第一個工作到現在的工作 都要告訴我自己 當每天 你只要努力把事情做好 你就可以看到明天 當你沒有把事情做好 你就看不到明天 我每一個事情就告訴我自己 我是跟自己在賽跑 跟自己在挑戰 我不是跟誰在挑戰 我在乎的不是那個職位 那四年是最基本的 你一定是做滿四年 才有所謂的好或不好 這是最基本的 我在乎的是把工作做好 我在乎的是 能不能把握現在這個職位 所以我現在是第三屆的市長 第三屆的市長 不要搞錯 不要趕往第四屆 不要趕往第四屆去 對 我講真的一句 大家說 你為什麼不趕快進入選舉抉拙 對 選舉抉拙 今天才宣佈嗎 不是嗎 今天就算宣佈 我也不會那麼快 我覺得宣佈只是一個過程 我還是會按照我自己 先把市政做好 今天我洪安靜就當瘋子好了 我已經問兩次 不要當瘋子 你當快樂的 你都沒有給我答案 為什麼你就不能說 你會認滿四年 難不成這中間 還有預測的空間 是說 這個中間可能 循韓國瑜模式 做滿 做不到一年 你就會被動 接受中央的徵招去選總統 那如果是這樣 就不是我認識的侯友宜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光簡這樣子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看到你的員工排了一列 我就問他 明年你還不會在這裡 你的員工告訴我答案嗎 也沒有一人敢告訴我答案 你的員工就很清楚 他明年還沒有保養 就夠 我說很多事情永遠要記得 把握當下好好做事 那如果按照民調的話 你現在就是民調很高 是不是意味著就是做得很好 就像你講的 你做好就是你一個據點了 那這樣的話 而且您剛剛回答 我是一個老記者 我會聽不出來嗎 明年不一定會怎麼樣的時候 就是還有那個空間 如果這樣的話 市長如果你選連任 你還讓民眾不確定 認為你中間可能會跑掉的話 那這樣的話 可能會影響你的選票 他不會造成你落選委員判 他可能會讓你選票不會高 讓敵人有機可證 你為什麼就不說基本款 我們所認識的侯友宜 你在新北市歲月靜好 縣市安穩 你連一天你都不願意去搞政治 搞政黨的東西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第二次 你跟選民的契約是 我又連任了新北市長 而你不會做滿四年的話 這個事情很大條 那現在你用這樣的一個回答 我問最後一次 我以為不是討厭鬼嗎 請市長你回答 有沒有韓國瑜的可能性 因為你這樣答貨還留有空間 要是我的話 我就認為我今天寫稿就說 侯市長沒有給承諾 你對選民沒有承諾 那為什麼要投你呢 你還有可能像韓國瑜一樣跑 這個我很清楚的跟光琴講 因為我現在是第三屆的市長 好好把第三屆做好吧 民調高跟低 並不代表你事情一定做好 民調只是一個現象而已 最重要 你要把握當下合法這事情 所以光琴 我們很多事情 真的要努力以赴 做好事情 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 就我問三萬次你也是這個答案 我這一生中15個職位都是這個態度 當我當警察的時候 我從來不去說我下一個職位在哪裡 可是新北市市長連任是有任期的耶 不然任期制定是要幹什麼 你們不是政治人物不能每個人都這樣子耶 做不完是真的有必要的時候 但是不可能說我現在要競選連任 我不給確定的任期 我會做滿了這種答覆啊 因為不然任期規定四年要幹什麼 我們好好的把事情做好 才是我們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就算第三件 不管是哪裡一個職位 我就努力做好 讓人家覺得說好有力的資料不夠 那你就最重要 而且像我的規劃 其實我很清楚 我會把未來的很多的規劃 都已經都在這樣一個軌道建設 也不可能在我一個任內都可以把它蓋完嘛 當然有些後續去接這個棒 把一棒一棒把它接好 把它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討厭鬼就做到第三次問 沒事啦 我們會撕破臉啦 不會啦 沒事撕破臉 崔市長你不會簽這個 民進黨在市議會丟出來的 做滿身女士嗎 因為我簽第四屆 我是第三屆 如果這個市長 你也是容許一點人家的小書師嘛 沒有啊 他寫的就是第四屆 我是現在是第三屆 那如果換成第三屆 你會不會簽 那是第三屆嘛 如果 他的意思不管第三屆第四屆嘛 他就跟我問的問題是一樣的嘛 如果你連任你會不會坐滿 我的好好做事情嘛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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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